既然是今年的新历三月的祭祀是观音佛祖的圣诞 南岛官宣服关华协会 对特别配合南岛市的准天空来办理既后平安灾 一头早就交集志刚做了大量的平安冷 平安米和既成熟透 并且在在载器10点半 准时在在既后面来发言 马上卫生民众来拜队领处吃平安 感谢赞福协会 关华协会他们来办平安餐人 来跟大家结善缘 让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能够来这里 拿到这个平安面还有 还有寿陶还有这个蛋 我大概提早半小时来的 有没有很幸运排到第一个 对啊非常的幸运排到第一个 有啊有啊我们就去那边岛做了 这真的熟透真的来做了 咱们都差的蛋都有做了 借由这次的那个火煮蛋层 啊来由准天共的旁边的老火啊啦 储兵都可以来参与活祖的圣诞啦 这样比较劳烈啦 啊让大家吃平安顺序 因为这次又有完会员啊 借由这次的机会啊 先好关怀的协会 这次禁止了 几天顺序的宣布和联会 准备在关营合作圣诞这天 继续武汉危险业前 趕快受到控制 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我想这个都是他们自己手工来做的 尤其这些长辈平常 在参与社区的活动过程当中 都很积极的学习 做任何的这个手工艺 然后尤其这个食物的部分 他们我也吃过好几次非常好吃 那天天他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跟我们社区附近的这个民众分享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尤其今天来煮的这些大门 咱就收到好吃的这些东西 要来照顾我们这些食堂 都是我们的志工伙伴 大家来传的料理 非常好 非常感兴趣 我们大家在这里 在这里给你们困点了 我们也感谢他们 长期在文化的我们中央帝 地坑吃 照顾我们的独自老人 咱就这些边缘富弱势的家庭 今年这独生的南岛 先让关怀协会 依到社区的关怀 跟顶部的照顾为众计 借助套贵办理平安早的寡冬 也是希望关怀到一些独自 很小的顶部 让他们吃了平安感到温暖 现在是不是参谋不到